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民进党立委也爆料说 世卫把台湾称为台湾China的问题点 是源自于2005年4月的联湖会 所以他们就讽刺说 马政府当年都巧好了 难怪现在国台办会要台湾冷静看待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报道 我们就是正式的书面抗议 大概这样 就只有书面而已 对 我们不要计较那么多 一定要团结一致对外 准备好文件 卫生署长邱文达按照计划飞往日内瓦 对于密函矮化台湾事件 向世卫提出抗议 同一时间 马总统除了重申立场 更把球丢回民进党 提到2006年 蔡英文在傅格奎任内 台湾就存在的名称争议 蔡主席他在2006年担任副院长 所以他应该非常了解 在当时候当时的政府有没有警觉 当时的政府如何处理 不应该用口号或者是用这种牛头对马嘴的方式扭曲事实 民将立委紧追不放 搬出2005年4月 联湖会结束后发表的新闻公报 指出台湾以适当方式参与世卫组织 相隔一个月 中国就与世卫签订秘密密备忘录 立委质疑 磋商内容不单纯 这些密件当时在连战跟胡锦刀会面之后 就已经谈妥了 所以难怪国台办公司说呼吁台湾方面要冷静 因为在他们认知事 我早就跟你们讲好了 有没有秘密磋商 台湾是否沦为C韩 律委要前国安会秘书长苏琪 和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张龙公 出面说清楚 讲明白 C新闻求证王彥均 蔡鹏报道 所以这到底事情是怎么回事 真相是什么呢 因为现在马总统又说绿营执政的时候 那个时候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就用中国台湾 我们来看看今天报纸上有写 报纸上就说马总统绿执政的时候 世卫就用中国台湾 他说马总统昨天谈到世卫矮化台湾的问题的时候 就说台湾国际形势艰难 不管哪个政党都要面对 朝野应该要共同团结 而不是沉溺内斗 他并且质问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他说国民党取回政权前 2005年到2008年 世卫就用中国台湾 当时政府有没有警觉 有没有丧权入国 都应该要接受检验 所以他马上就批到了蔡英文 但是民进党这边又怎么讲 民进党发言人陈其迈就说 当时我方如果接受世卫使用中国台湾的话 一定会被占国会多数的国民党批判 如今马英九总统跟外交部次长 沈吕循却刻意扭曲 尤其沈吕循当时是我国驻日内瓦的代表 如果沈吕循刻意隐瞒情况的话 就已经违反了当时外交部的规定 欺瞒国人 否则就是不实抹黑民进党 相当的不负责任 所以这个真相究竟是什么 律师 我跟大家讲说大家去思考 第一个 如果民进党当时有答应用中国台北的话 那共产党可能在现在又倒退 让你使用中华台北 所以根本民进党没有用过中国台北 这个昨天大话新闻 也把这个公文拿出来给大家看 当时代表我们政府去了是用什么 是用疾病管制局 然后下面加台北 就这样子国民不写了 为什么 因为大家刚才拉锯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坚持 如果要用中国我们不参加 所以改为只用城市 加上我们的疾病管制局 加上我们的机关 这是当时已经把公文拿出来给大家看了 马英九还在睁着眼睛说瞎话 那如果说这样的话 就整个马政府就是撒谎嘛 撒谎啊 蓝天大谎是这样的意思吗 我跟你说 就是说白策嘛 第一个我要给大家说 当时2005年 那个MOU那个备忘录 是谁跟谁签的 不好意思 可不是民进党政府签的 那个MOU是 中国共产党的政府 去跟世卫组织签的 而这个签的时候的前一个月 那是什么 那就是联胡会 联赞去访问胡锦涛 国共第一次论坛 然后在那个时候 当时的苹果日报 好几个报纸都有登 张荣公 那时候的报纸登什么 张荣公说 2005年的备忘录 就是共产党跟世卫签的备忘录 是联胡会的产物 是联赞跟胡锦涛 所协调出来 再由胡锦涛 他们中国人民共和国的政府 送给世卫组织 形成了共事 这是张荣公说的 张荣公那个时候是什么职位 中国国民党文传会的主任 这样想看看 送去了以后 当时他要向中国台北 叫我们台湾去参加 我们当时民建党政府 就是不要 所以我们对于任何 如果MOU 有牵埃到我们台湾的主权 我们就抗议 所以民建党从那个时候 不断的抗议 都一直在抗议 至于国民党 像马英九拿出来 他拿出一个文件说 你看他有啊有啊 有用中国台北啊 结果那个是什么 那个是张善纯教授 台大的教授 他去参加的时候 然后中国就在他们 自己的文件上 就写什么 中国台北 张教授尚纯 听好哦 他不是政府机关的人哦 他是用学者的身份去参加 结果张善纯教授 也出来澄清说 他有这样想 那是他的事 我又没有去参加 他有邀请我要去参加 但是我没有去 他里面的文件就写成说 张教授尚纯 然后写个中国台北 众教授说我就没去参加 中国台北干我什么事 所以啊 大家去试课 然后马政府 再把这份文件 拿过来 现在来说 你看你民进党十八天 有来去参加 而且说蔡英文 那时候是行政院副院长 对 来污蔑民进党 来污蔡英文 所以你看出来说 这个政府 这个马英九 这个政府整个乱掉了 用这种假的 这种假的事件 假的事情 来污蔡民进党 这个马政府 马英雄 我拿起来 说得吹个招 这样听下去 所以我要再次强调 如果 如果民进党要接受中国台北 我告诉你 早就进去世卫了 不要说世卫 联合过所有的组织都进去了 但是我们就是不接受 所以最后一句话 再让大家去想一下 如果当时民进党接受了中国台北的话 请问你国共论坛还有存在吗 你还能去国共论坛了吗 那已经不是国共论坛了 被民进党跟共产党的论坛了 民进党就是不要 所以国共论坛 现在的这个密件 为什么要用密件 如果当时接受中国台北 那时候是公开 既然是公开的 为什么上去年一直 我们现在在争吵的这个密件 那为什么共产党要密件 为什么世卫组织要用密件 也就表示民进党没有接受 所以现在他们在执行 国共论坛的这个结论的时候 才会用密件来矮化台湾的主权 好 那李宜元怎么说 就是现在民进党方面 他们就说他们没有用中国台湾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是马总统 要不然就说谎 要不然资讯不对 就是说今天联合会 他是说让台湾以适当的方式 能够参与世卫组织 坦白讲一句话 这对联赞先生来讲 是要肯定的 是以适当方式 谁告诉你联赞先生有答应过 要用中国台湾审 他们去签名备忘录 是你民进党在执政的时候 你的勤治单位在干嘛 你的国安体系在干嘛 对不对 就是你要 你至少你的国安体系 勤治单位你要知道 他们在备忘录里面签下来的 是不是写中国台湾审 这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可以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 不管民意党执政时期也好 马英九执政到今天也好 世卫组织 用中国台湾审 在内部用密件 我敢说是没有人知道的 应该是没有人知道的 如果要有人知道的话 那你要怪责任的国民党 那你责任的民意党 为什么不知道呢 所以这个东西 坦白讲 要谁怪谁是没有意义的 这第一点 第二点 你当时张善纯教授 接到了邀请函 人家写的是中国台北 说 因为他没去参加 所以我哪有去参加 他写中国台北我也没参加 可是请问一句话 你接到了这样的邀请函 该不该出来抗议 你虽然没有去参加 你该不该当时大做文章的抗议 说为什么可以用中国台北 来邀请我们 对不对 我们也没听到当时 有做这样的抗议的动作 第二个 第三个 说当时我们参加世卫组织 是由疾管局台北 那现在我们收到的邀请函 国民党执政了三年多 到现在收的邀请函是 中国台北 而且是邀署长 是署长 那我请问你 今天用中国台北 而且是由我们的卫生署署长 比疾管局的局长是高一级 高一级 那请问 表示说你 马英九总统执政到现在为止 这是有重大突破的 那也就是说 你过去民进党执政 一直到马英九执政 世卫组织内部的密建公文 都是用中国台湾省 但是两个政府坦白讲 我敢说都不知道 如果知道而不去抗议的话 这个是有问题 都不知道 那知道了以后 现在马总统也是出来很严正的抗议 他知道了 那你要告诉马总统 就得知道不可 那民进党执政为什么可以不知道 所以这个东西 大家希望是用同一个标准来看 可是可以确认就是说 国民党执政到现在 去参加世卫组织的层级确实提高了 而且称位由台北变得全是台北 这个称位也提高了 这应该是要去肯定的 怎么可以去老是要去 说去被修理呢